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国际护士节 卫福部花莲医院在12号上午 特别举办了庆祝大会 由院长亲自颁奖表扬 机优的护理人员 并感谢他们无私奉献 致上最大的祝福 现场各位 护理人员排排站 长官贵宾依序致辞 微信喊话感谢全体同仁 对医疗工作的奉献 在5月12号国际护士节的这一天 卫福部花莲医院 特别举办了庆祝大会 除了由院长杨南平 亲自颁奖表扬 及由护理人员 同时也为院内的一文走廊 启动节目仪式 3 2 1 我护理 我骄傲 我今天请以医院院长的身份 还有护理师家眷的身份 祝我们医院所有的护理人员 国际护士节快乐 过去一年多来 在疫情期间 我们的护理师非常辛苦 不管是在疫情的防治 不管是在公共政策的配合 都付出相当多的心力 那今天在国际护士节的时候 我们举办一个颁奖典礼 那表扬我们医院资深 以及优秀的护理人员 也在此再感谢他们 未来在配合医院的政策方面 能够做更多的付出跟努力 花莲医院这次总共表扬了 6位优良护理师 及12位优良临床护理指导员 而护理科主任温淑梅也表示 一本初衷坚持信念 是非常艰巨的专业道路 只要哪里有需要护理师 就会往哪里冲 对照护人民健康 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 感谢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同仁 在忙碌之余 更发挥了专业智慧 这荣耀时刻 是属于每一位护理师 我护理 我家阿 耶 记者 徐丽晴 欢迎电视报导